农历正月初九是玉皇大帝的圣诞 新城乡家里村的天宫庙29号晚间 就涌入了大批信众前来上香祈福 而县长徐中贵 立委夫婚旗也特别到天宫庙参拜 向玉皇大帝祈求献运昌龙 鼓鼓丰收 现场也发放了将近6000份的开运福袋 让前来参拜的乡亲民众在春节期间 可以讨个吉利 保平安 拥有122年历史的新城乡家里村保安宫天宫庙 香火鼎盛 这29号晚间农历年初八晚上涌入前城乡客 到初九指十个达到人潮的巅峰 祈求在新的一年能够逢调以顺 平安健康 现在徐中贵与立委副婚旗在晚上9点抵达天宫庙 祈求乡亲献民 迎村纳福 好运才运来 在一年的天宫生 曾贵安婚旗一定要来我们的天宫庙 来跟大家请安心问好 也跟我们的天宫爷爷来祝寿 尤其是再过两个小时 就是我们的这个玉王大天宣 我们天宫爷爷的这个盛寿冠寿 每一年我们都在这里 好一年 保全家平安 做事顺风顺水 而且在今年 曾贵也预祝大家 玉兔宜春 莫年习大运 莫武大展 感谢大家支持花莲县政府 我们一起让花莲能够幸福圆满平安 而且大要进 感谢大家 谢谢 我们送近来的恒情时代 这一支来到提供标 将来提供标来祝福 我相信我们提供标的名下 一直要多平 我们送近来的同志 各位时代 各位领地的机会 今天请你 心里健康 大家的幸福 万事明 土耳家大人 贪大吉 祝大家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现在许政卫一个福昆起参半省传之后 除了几发方议员的前舞 开运福袋 以及发放填塘 以及兔年的燈籠 让领取的民众沾沾沾黏起的喜气 希望开运福袋能够带给大家满满一整年的好运福气 欣赏领取福袋的乡亲 除了在地乡亲朋友们 还有新住民姊妹们 出生近满月的婴儿 一起远从台北台南来的民众 一起为在地庙祈福 也为自己经年度增加兔年 带来财运好运 这个中心要不要